《诸夏》《诸夏》的第七位罪人就是朱元璋,他的作用其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专制主义的极大臣者,他来取代蒙古人的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对东亚历史的最后一击。 蒙古人,哪怕是胡宾列这样的蒙古人,即使他想要得到绝对军权,他身上还是有一些残存的贵族传统人。 例如,在胡宾列企图登基的时候,他周围那帮蒙士就像他在分取关东领地的时候那样,给他讲了一些刘邦的故事,暗示他说他应该根据刘邦的先例去当上皇帝,而胡宾列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却表示说他对刘邦十分的不屑。 刘邦算什么呢?他是一个眼孔很小的人,如此之小家子气,从历史上记载下来的各种动作都说明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暴发妇,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皇位,就像一个匹夫匹妇一样,贪图的都是些低地区位。 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没有把他搞清楚他这话的意思,其实你从贵族政治的角度来讲,这话意思是很清楚的,胡宾列不一定能当上大可汗,但是他天生就是王子,他天生就是贵族。 在蒙哥可汗在位的时候,他怎么说也是拥有自己封地的人,他不一定以后能当上皇帝,但是他天生的贵族特权是别人剥夺不了的,因此他对阶级有着本能的敏感性。 他对刘邦那样暴发妇,生怕锦衣夜行,当上皇帝以后又要如何如何地显摆,他周围大臣给他制定了礼法以后,他就感到享受到了一生中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优越待遇。 这在于天生就是贵族的胡宾列来看,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他用不着去刻意追求这些,这些都是他本来就有的。 他和他蒙臣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贵族社会和官僚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 官僚社会因为没有天生的贵族,所以特别需要用人为的理法来制造人为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都是依靠功绩和权术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可以用人为的手段取得,也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取消,所以大家勾心斗脚就很厉害。 而像胡宾列这样,依靠军事传统或者天生的贵族,他的权利来自于出身和武功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夺掉的,所以他对自己的权利有着更多的安全感,对于刘邦那些扭捏作态的做法就觉得相当可笑。 但是朱元璋的登台实际上是实现了胡宾列最鄙视的那种传统。 朱元璋自己身边也有一帮蒙视,他就有意识地把自己比作刘邦,尽管他和刘邦也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无产阶级的色彩极其浓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尽管不全是贵族,但是出身和地位多半都要比他高一些,所以他的斗争经历和他绝取权力的整个过程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色彩。 当然,朱元璋跟刘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刘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没有特殊的仇恨和特殊的爱,一切以罪有利为原则,他没有原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而朱元璋则怀着受压迫、受虐待、像马克思·列宁所描绘的那种对资产阶级社会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那种底层无产阶级的心理。 一旦得到机会,即使对他没有好处,他也要疯狂地报复社会。很可能,报复社会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能够一直不懈怠的主要原因,主要的感情动机。 而刘邦呢,因为他毕竟是生活在比较接近于多国体系年代,他的心理比较正常一点,他可能是那种得寸就得寸,得死就得尺,有机会就捞一票,没有机会那么做一个配工也差不多的那种角色。 所以虽然划头机会主义,但是并没有特别狠毒的心肠。当权也是为了积极地有好处,而不是为了消极地整人,整人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是防范潜在的危险。 朱元璋说,正本怀佑不一。怀佑这个地方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其实是一个种族、教派、措杂的地方。蒙古统治时期是一个内亚殖民主义的输入器,你从宋明星社会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 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包括蒙古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阿拉伯人,他们的整个结构都是贵族资产阶级,然后下面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后下面才是劳动阶级,最下面是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流氓诸如此类的。 东亚的士大夫阶级精确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唯有在东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说依靠读书读出来的士大夫认为自己就是精英。 在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还是蒙古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读书产生出来的这波读书人都是平民阶级,他们都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资格以统治阶级自居。 他们在社会上起的作用都是偏向激进派这些方面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平民的代表。 为什么在士大夫社会当中,这些儒生会认为自己是社会底纯呢?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上半截,宋明以后的士大夫社会,你跟孔子时代的州里社会比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腰部以上的部分都被砍掉了,而他居然还在走路,居然还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脑袋而倒闭,这是极其奇怪的事情。 孔子时代的州里社会跟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非常相似,也跟欧洲封建社会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社会非常相似。 他们上面当然是周天兔和贵族,一路下来到孔子那一层,孔子是个没肉贵族,小贵族退化下来的,跟平民当中兴起来的士大夫地位非常接近,所以很容易弄混淆。 他们都是接近统治阶级的边缘,但是还不能自称为统治阶级的人。但是到宋明以后,这拨人出生比孔子还差得多,跟范靖一样读书读出来的人居然置于这些统治阶级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承担统治的主要业务。 统治的主要业务是什么?任何一个稍微学过罗克和政治学的人都会告诉你,统治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安全保护,保护被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 保护生命和财产是政权一切国家存在的主要理由和所有合法性论证的终极皈级。 谁能保护生命财产呢?当然是自己能打的人。在欧洲一切政权当然都是歧视的后裔,通过各式各样的变形,最终都要追溯到日耳曼的歧视。 当然,蒙古人在这方面也是比较接近欧洲的,最终都是要追溯到歧视身上。 但是斯大夫阶级是鄙视武力,强调文字,而他们自己也是公认得不能达。他们只允许他们管不住的下层阶级当中的社会编业的人,像《水浒传》里面的江湖好汉那些人,在管制之外拥有武力,自己尽可能使人民失去使用武力的习惯,以便方便他们能够得到统治。 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非常软弱的。而他们在没有武力的情况下,当然主要直接靠攻斗的技术,各种斗心眼的方式维持统治。 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高度崇拜全盟,像《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那种人各种攻斗文化,因此政治斗争也是非常黑暗的。 政治斗争怎样才能不黑暗呢?我们不要相信那些三流报刊的胡说八道。 简单直接地说,政治斗争不黑暗,就是要有一个人人都能服气的解决问题的规则。 而这个规则其实是最终要落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决斗裁判上面的。 大家之所以不斗心眼,就像是私心王理察、黑太子爱德华和他骑士所体现的那样,勇敢的人不杀仿。 一切品德的核心就是勇敢。一切败德来自撒旦的品德都来自于欺骗和背叛。欺骗和背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软弱。 勇士不杀谎,因为他没有必要杀谎,他给你发生了分歧,他直接跟你决斗。赶上战场的人没有必要弯弯绕绕地去杀谎,没有必要去搞那些斗心眼的事情。 勇敢、诚实,这些品质是连在一起的。诚实、诚实是勇士的特权。只有你足够勇敢,你才能够充分地诚实、诚实、诚实。 如果你是懦夫的话,你既诚实不起来,也政治不起来。这两者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斯大夫阶级的不稳定性应该用什么来弥补呢?它依靠比他们更高的房地来维持。房地的出身不是征服者、蛮族的后代,就是江湖好汉的后代。 例如,财荣和赵芳应就是未来张献忠和朱元庄的阶级主先,只不过他们生活在离门地社会、离中世纪的鲜悲人社会、沙托人社会比较近的时候,还没有像后世朱元庄和张献忠那样赤裸的无产阶级,所以表现还稍微好一点。 但是他们已经开了个头了。另一拨人就是像唐太宗、胡宾烈这样的人,他们本身就是内亚骑士、像日耳曼骑士那种征服者的后裔。 没有这两种武力的保护,士大夫阶级无法有效地进行统治。但是他们要使人民相信,他们就是社会中的最高层,使用武力是不道德和愚蠢的。 士大夫的统治内在地注定了蛮族征服或者江湖好汉造反,两者必居其一,是要周期性地进行的。 蒙古人灭金灭宋以后,一方面建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和封建性的据点,一方面又根据蒙古人所习惯的那种习惯法的原则,把那些编户齐民的体制还能够有效维持的地方,原封不动的,按英俗而至的方法继续维持下来。 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孟加拉过去的蝙蝠齐民地一样,他们对库尔卡人采取封建性的手段,对孟加拉人就采取官僚管制的手段,因为在他们来以前情况本来就是这样的,蒙古也是这样的。 他自己带进去的一些内亚人,例如在朱元璋的怀友附近就有很多阿兰人、高加索人和各式各样的清查人之类的内亚蛮族。 这些内亚蛮族有很多,像是龙云他们一样,本来他们的名字都是很长很长的多英杰字,但是后来他们也采取了别号字类的手段,把他的名字简化成为三个字两个字,以至于后人往往以为他们其实是宋人的后代或者是汉族什么人。 其实这个地方在元末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例如安徽就是环游不一,长江以北那一部分是所谓环游不一所来的地方,就有两拨人马,一直是后来投校朱元璋的曹湖水士鱼士那批人,他们就是内亚人。 另一批是博士,不知道后来安徽、都督、博文卫是不是他们家的人,反正安徽姓博的一拨人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从内亚蒙古人代言那批蛮族的后代。 但是如果你只从他们的名字上来看,以及在明初的亚述式大迁徙大流氓毁坏了原有的历史记忆以后重新形成这拨人,他们很可能会重新发明自己的家谱, 把他们联系到汉朝或者周朝的那么一个诸侯国身上,抹去他们原有的内亚出身。 这些人在习惯法上占的地位跟满洲帝国末年的诸界比较相似,人口是不多的,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是极其重要的。 而蝙蝠齐民的领地呢,他们在人口上是极多的,但是在政治上地位更低,在习惯法生产机制上来是比较微不足道的。 蒙古人按照尊重习惯法或者说是干脆懒得理你的方式,能够实行司法制制的地方是允许司法制制的,所以有缘以赖,原典章保留的习惯法之多为列朝所备有。 我们不能光看名字,列朝都有它自己的典章,但是大多数朝代的典章讲的都是一些空话或者是理性的东西,而原典章有一半像是普通话或者是沙利亚话,它包含了地方习惯法的集成,包含了众多的司法判例。 这些就是苏东坡和儒家文人学是鄙视的法律事务。苏东坡在他的诗歌中公开写道,读书万卷不读,自军遥顺之无数。 这是儒家士大夫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法学是卑贱的,德字才是儒家的正常状态。 习惯法,那是地方上的徐利,赖以取利的东西,是跟我们掌握的普世价值和普世道德相比起来,是极其卑贱,极其没有那个价值的东西。 但是蒙古人不是这么看的,就像我在上司的角度中看的那样,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儒家是什么呢?儒家不过就是长生天的沙满而已,是搞巫术的。 第一方上应该怎么管制呢?蒙古人做法很简单,要么你是我的敌人,我一路打过来,直到把你打败为止。 如果你是依附我的,那么很显然,你们必定有自己的头人呀,有法官呀,有习惯法呀,你们原先习惯法是什么,你们继续按着习惯法省下就行了。 在设计跟蒙古人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再有蒙古法好了,否则我们也懒得管理那么多闲事。 其实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欧洲西亚的绝大多数征服者采取的都是蒙古人这种做法。 编户齐民、官僚管制这种做法,在除了东亚以外的全世界,第一是非常少见的。 第二,从来都是地位最低的。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领地开始,到大英帝国时期的印度领地为止,中间加上阿拉伯人、突厥人的伊斯兰教帝国。 所有的地方,只要是实行励志国家官僚管制的地方,都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最低的地方。 比较牛逼罗马人看得上的地方,那就是希腊城邦、罗德岛、马赛岛的共和国。 他们跟罗马一样是共和国,罗马人挑起了它。 其实就是西班牙和高卢那些本来就是蛮族的部落,罗马人看他们能打,伊底利亚那些蛮族的部落看他们能打,等他们立了军功以后请他们进元老院。 像埃及人这种又怯弱又胆小,就是会干活、挣钱、交税、纳粮这种人,既没有能力维持共和制度的城邦,战斗力又等于垃圾,这种人纯粹费拉最低一级,永远进不了元老院。 英国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费拉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人口足够的多,因此在战争对于那些抵抗力比较强,冲锋陷阵消耗比较大的团体,消耗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可以占到相当大的优势。 但是,因为费拉没有资深的政治主动性,如果没有强务力的建筑利用他们的话,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蒙古帝国衰落以后,当然是群雄并起。 从蒙古人自己宪政里面本来就有了一些封建因素,还有一部分亲蒙古的儒生替他们发明出来的周政主义理论。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难道神圣罗马帝国没有衰落过吗?阿拉伯人的帝国和突厥人的帝国没有衰落过吗?日本天皇的权力在连昌陆府以后不也就衰落了吗?衰落没有关系,周天子也是照样衰落的。 儒家经典和蒙古习惯法都说得好,国家元气照着西北,我们是实行周政的国家,周政者封建主义也。周天子衰落以后不是由齐桓公、晋伦公出来了吗? 那么我们就委任这些人充当以大可汗的名义,承认这些人的事实权利,封他们给他们一些诸侯的地位,让他们代天子维持秩序。 天子继续神神尊严,各地是肯定自己的幕府,各路诸侯去管事,问题不就自动解决了吗?这跟蒙古人原先有的部落体制不是一模一样吗?非常省事了吗? 当然,蒙古朝廷里面有另外一派,那就是以托托、史某遗孙和刘伯温为代表的这一派。这一派就相当于是满洲帝国末年、文祥、宫廷和曾国藩上面那些派。 这一派,这一派包含了和吸收了大部分宋国、金国、以右下的史大夫的力量。我刚才讲到的周政派等于是蒙古保守派的部落贵族和儒家文人学士当中比较偏向封建主的这一派的一个结合。 而托托这一派是蒙古贵族当中比较偏向中央积权和官僚管制的一部分,跟宋国、金国、遗留士大夫的一个结合。他们主张不能这样做,伏必烈皇帝辛辛苦苦才把权力集中起来,你们又要这样封建下去,妈的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我们要派贤相托托出征,把高游的张世成那些王八蛋通通消灭掉。地方上,刘伯温要站出来做一下曾国藩,跟史某遗孙这些蒙古大臣合作,坚决不能让蒙古人承认方国臻、张世成这些万个的反贼做自己的诸侯。 这不是反了反了吗?蒙贼的斯大夫还没有关注,你们这些贼居然被大可汉承认了,封你们做诸侯了,反了反了,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蒙古帝国晚期的朝政就在这两派的斗争中盘山前进。封建派的理论有一个显然的优势,就是他不准花钱。 如果张世成下了不书,那么皇上封他做平章,问题就解决了。张世成自然会把原来平江府的良想留一部分给自己,留一部分通过海运运到大都。 从大都朝廷的角度来讲,良想虽然损失了一部分,但是损失还是不多,剩下的事情可以照常进行。 而如果按照托托和刘沃温那种做法的话,那么大都的朝廷就必须点起重兵,自己筹备一批钱粮出来,跟张世成打一个你死我活。 而且众所周知,割据称雄的豪杰又不是只有张世成探了人家的理子,四面八方一路地打下去,朝廷到哪儿找这么多钱粮去。 所以搞到最后,大汉本人也翻了脸,索性把万恶的托托杀掉,给朝廷节省一下钱粮。 原顺帝后期的政策就是,打倒了中央纪杰派以后,就是放手让各路诸侯自己去打。 当然,这样的毛病就是,诸侯和诸侯之间,就像是法兰西的各路公爵之间一样,也是可以打起来的。 比如说,王宝宝的那一个系统,以晋国为核心的那个系统,就卷入了太子派和反太子派的宫廷斗争,跟今天山东和荷兰的其他各路诸侯打起来了,又跟今天陕西的关中士将打起来了。 张世成和方国针彼此之间也是打了一塌糊涂,陈友定在今天的福建也是本来按照士大夫的观念来看着他,也是一介五福,没有资格做官的,也是根据蒙古人的封建理论做了诸侯。 他后来坚决地抵抗朱元璋南下,但是即使朱元璋没有南下的话,他跟南越的和征这些诸侯朝外也可以打起来的。 于是蒙古帝国的大片土地就被各路香冰、义冰、诸侯所分割了。这些香冰、义冰和诸侯很大一波,形式上像日本诸侯忠于天皇那样,像张世成那样是忠于大憨的。 这一批清蒙古派的诸侯,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周政派,阶级基础则是比较接近于地主阶级、豪胜阶级的。像张世成进了平江以后,由返元变成清元,主要就是受了苏朱那批地主阶级的蛊惑。 那些地主阶级一方面是出于法统理论,另一方面是出于地主阶级作为有权人的阶级本性,他们是怕乱的,他们认为有一个大憨的权威造的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且蒙古人的习惯和管制相当宽松,甚至比宋人的管制更加宽松,他们觉得这样宽松的管制他们的妨碍不大。 最重要的是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阶级客权,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不要让邪教组织和流寇把他们的财产和人生受到威胁,尽可能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谁能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呢?那么我们就要寻找一些开明派军阀。 一方面,他跟地主阶级的阶级感情比较好,愿意保兴安民。 另一方面,他不能有太大的野心。太大的野心,他到处去打仗,想要吞命全国,自己做皇帝,那么他就会把我们的钱通通抢光,我们日子就不好过。 但是他如果愿意保兴安民,就说是,就待在原地不动,接受皇帝的封号,你在平江,皇帝就封地管辖平江,然后你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安安文文做官了以后,你就不去到这里打了,那样你的负担就很轻。 这样,你负担轻了以后就不会向我们要钱,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如果你带着流口到处去打的话,我们的财产损失去就太大了。同时,那些流口是无产阶级,他们肯定要强办法抢我们的,万万不行。 张世成由延宵变成吴王,就是一个地主阶级用唐衣炮弹普世军阀的一个典型,跟满洲裔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和商人跟张作霖建立联盟的模式差不多。 但是另外一批无产阶级色彩比较强,流口色彩比较强,同时野心比较大,一心想要把蒙古帝国整个打垮的那些革命家,他们就不会满足于这一点。区区一个苏州平江算了什么,我要打下全国,你们这些地主太有钱了,我要带着无产阶级把你们加钞了,把你们所有的钱都拿来给我做军费。 所以,无产阶级满足了自己的嫉妒心,而我呢,我这个厚补皇帝,兵也有钱粮更多,打天下就变得更容易了。 这两条阶级路线的斗争就是朱元璋和张世成的斗争。当然,朱元璋是无产阶级和流口路线、邪教路线的代表,而张世成则是封建路线、保守路线和地主阶级路线的代表,或者不是投降主义路线。 因为张世成这种性质的人是得了上风的话,那么蒙古帝国就自动地解体成为无数幕府和军阀管制,但是明显是蒙古皇帝当权的地方,就会变得很像神圣罗马帝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 要不说它是统一的话,各地的军阀和诸侯一点也不统一,相互时间动不动了,打一打去。 要不说它是不统一的话,各路军阀也好,诸侯也好,他们都认神圣罗马皇帝,都认日本天皇,也都认蒙古大汉。 所以象征性的秩序还是有一点的,同时冲突也打不大,因为大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战争倾向于向有限战争方面转化。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诸侯像张世成这样的诸侯,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转化为像五代十国、前王时代的那些各路诸侯,彼此之间相互承认各自的边境保谨安宁,谁也不侵犯谁,使生产之道恢复。 张世成后来被朱元璋的谋士说成是个懒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地主阶级的俘虏之下,子女御伯已经不缺了,他想的就是安安无论地过好日子。 过好日子那就要把边界发青,丹麦人的边界和瑞典人的边界一旦发青以后,两国国王就可以几百年和平下去,大家的日子都好过。 南唐和钱王的五月之间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就再也不像是安禄山时代那样打来打去,而是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 两则的富裕和五月的富裕主要是钱王打他的基础,跟他的和平外交政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张世成继承就是这条路线。 对于朱元璋那种生命的那些一心想吞并天下的谋士来说的话,这种目前就显得太迈志气、太迈野心的,用污蔑性的政治语言来表辉的话,这就叫做作手之扣。而朱元璋和陈有亮的就是进取之扣。朱元璋的谋士主张先打陈有亮,因为陈有亮是进取之扣,而张世成是作手之扣,也就是说无论你打不打陈有亮,陈有亮反正都是要打你的。 而张世成呢,他像是瑞典国王一样,你只要不打他,他是不来打你的。所以朱元璋的谋士就认为你应该先打陈有亮。其实朱元璋和陈有亮是同一类型的人,既是邪教又是流寇,又是无产阶级。陈有亮在两湖地区动员的能力就是总体战方式的,所有的男人都抓起来当兵,上船,拨一样子水战,然后朱元璋反过去打过来的方式也是总体战式的,到了今天的湖南,一路给我杀过去,所有的男人都上个金刚。 据说,因为这些记录像共产党的暴行一样,是使谁家不敢记载的,所以只有名间传说。据说朱元璋杀到湖南的时候,是下令把所有的女人都杀光的。 只有一个带着婴儿的母亲,因为哭叫而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派了派脑袋,扔给他一面黄罗伞,说是,拿着这片黄罗伞,我下一道命令,黄罗伞以下的人都不杀,就可以保你们母子平安了。 然后,这对母子用狡猾的手段用这片黄罗伞不仅是救了他们母子二人,而是救了一大堆乡亲,而没有被黄罗伞庇护的大多数人都按照朱元璋原有的命令被朱元璋的兵杀光了。 据说后来的湖南人,除了那些从江西迁来的,以及从山上下来的蓝族以外,都是这片黄罗伞说阴蔽的极少数人,就是因为朱元璋看那个孩子哭得可怜,在他杀人的鲁马之后偶尔动点的磁心,其他人都被他杀掉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却具有私隐性的真实,也就是说从考据的意义上不是真的,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朱元璋进军两湖的过程中,实行的大屠杀。 而明朝前期江西田湖广的巨大规模也要说明,当地的户口确实是基本被清空了。既然是清空了,当然少不了朱元璋的贡献。 当然不是全是朱元璋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的人死于社会解体造成的饥荒和温育,还有一部分是陈永亮和其他人的真实的,但是朱元璋绝对没有少杀。 否则的话,明朝初年的湖广不可能像是清朝初年的四川那样需要大量的移民。 但是,张献忠杀了巴蜀以后,被清朝的士大夫骂得一塌糊涂,而朱元璋洗了湖管以后,明朝的士大夫就不敢骂他。 原因当然很简单,士大夫都是欺缓怕硬的。张献忠他的朗家失败了,艾辛绝罗家族不会负责保护张献忠的命运。 所以,你骂张献忠没问题,张献忠图四川的记录就这么保存下来了。而朱元璋的后代还在当皇帝,士大夫阶级可不敢说朱元璋他老人家在湖广的时候是怎样大开杀戒的。 张献忠在围杭州的时候,胡大海在围苏州的时候是怎样强奸妇女,是怎样奴隶民宅,是怎样残害士大夫的。 张献忠进发今天河北的时候,是怎样留下了大红虫子吃人,把当地人吃得一干二净的可怕传说的。 他们残存当地人民说朱元璋和常与春的部队是食人粗,是吃人肉的大虫子。 之所以是红虫子,是因为他们是红金军的分支,头上是裹着红金的。 所以他们的军队横扫过来扫地一空,把张水沿岸的居民扫得一干二净,就被说成是可怕的红虫子和红蚂蚁吃人。 当然也有相应的传说,据说是常与春在睡梦中下了一个命令,见人就杀,他的士兵就接到命令,见人就杀,然后他睡醒的时候就后悔,下令封刀。 但是救下的人,就像是朱元璋在湖南救下的人一样,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被他杀光了。 这就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方式,他其实就是张献忠以前的张献忠。 没有朱元璋听任张世成、陈有定、何真这样的土豪性质比较强的诸侯发展下去的话,也许张世成、何真和陈有定就变成钱王、闽王、南汉、马楚这些政权的化身,能够维持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稳定局面。 他们再加上王宝宝那样内亚血统的封建诸侯,就可能形成一部分像是日本幕府的封建领地,一部分像是五代十国的各国并立,形成相对稳定的边界线,把战争变成比较节制的封建型战地。 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也可能东亚大陆一部分会有类似日本的发展,另一部分就会有类似东南亚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会比朱元璋和张献忠的朝代死人死得更少。 朱元璋的胜利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张山当皇帝、李氏当皇帝的问题。 他不仅摧毁了蒙古人虽然退化,但还残忧了一点贵族封建传统,而且消灭了他当皇位的竞争对手,像张世成这些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人。 而且通过他的成功,使得大明王朝成为二十四史历代王朝当中唯一一个吃人吃的理直气壮的王朝。 大明王朝的官员和兵将吃起人来是理直气壮的,所以《伪造岳飞》的那首诗《壮子鸡餐,俘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实际上是明朝人写的,这不是偶然的,宋朝人和清朝人都写不起来。 例如先辈人的唐人像张巡也吃了人肉的,杀了他的爱妾,抵抗安鲁莎的军队,但是长安的朝廷为此甚至连奖励都不愿意给他,他本来是立了功应该受奖的,但是长安的朝廷他的士大夫觉得吃人这件事情跟我朝的精神好像不符,跟孔圣人、孟圣人的教会也明显不符,有功劳是有功劳,但是这么残忍的事情怎么能鼓励呢?所以硬是没有给他封赏。 所以还有一批疯狂的儒家士大夫,理直气壮地谴责唐朝的皇帝,你们怎么居然还有点人性呢?这么立功的你们都不封赏。其实这只是说明先辈人还有一点点人性,觉得他虽然替我立了功,但是是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立功的,我都不好意思赞赏了他。 就像是汉光武对于紫密这样用残酷手段杀了燕王盆虫派来投降的人,虽然为我立了功,但是手段还是太残忍了,我只能控他叫不义猴。唐人对待张荀这种痴人族的看法就是汉人对待不义猴的看法。 也就是说,吃人还是照吃的,但是吃的很不理直气壮,觉得吃人这件事情毕竟还是不对的,毕竟是不符合孔生人梦生人的精神的。偷偷地吃算了,我们管不着算了,但是理直气壮的吃你还是有点不壮。 而朱元璋的一朝呢,明朝这一朝呢,就是从头吃到尾,大官、军人、理直气壮的吃人和卖人肉。像袁崇焕被杀了以后,他的人肉被北京市民买去吃,这是正常状态。 贵阳被当地的土豪围攻的时候,明朝的官兵就公然把贵阳的市民抓来卖,最后等到援军来了解围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卖人头的、卖人胳膊的各式各样的摊子。 一个人头卖二百文,人胳膊和人腿各有各的价钱,那支军队就是依靠吃人和卖人肉才生存下来的。卖的人肉都是理论上的是他吹下良民的肉。 当然,他们在进攻贵尼赤兰的时候,进攻大腾侠战余或诸如此类战余的时候,除了一如既往地要割掉男人的生殖器,把女人卖作奴隶以外,也没有少吃人肉。 明朝是唯一一个政府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可以理直气壮的吃人,不但不会受到制裁,而且还会传为美谈宰入史书的朝代。 后来,张献忠被清朝搞垮以后,清朝的斯大夫阶级痛骂了一阵张献忠,就给别人留下这个错误印象,就以为明朝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并不吃人,是张献忠这种留后才吃人的。 其实,张献忠遵循的不过是朱元恩和常与春的传统,他吃人,跟他作对的民国官兵照样吃人。 在他出生以前,从朱元璋开始到陈法皇帝、郑德皇帝一脉相传有名三百年江山,全都是合法吃人的江山。 这种情况在鲜卑人的唐朝和满洲人的清朝是不行的。清朝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比如说像季孝兰的笔记小说,也有卖菜人和两脚羊的,但是有清一代的记载没有说是满洲八旗官兵吃人肉、卖人肉的记录。 显然,八旗官兵是有良想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民国的官兵也是有良想的,他们就可以进行吃人和卖人肉。 先辈人的唐国吃人,吃自己的部下,吃自己的子民是犯法的事情。 而明朝的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吃自己的子民不是吃盗魁和敌人的肉,不是说是吃原仇犯这样的叛臣的肉、政治犯人的肉,不是说吃苗人、瑶人的肉,而是吃自己治理下的百姓的肉,编户齐民、良民、顺民的肉,是合法的,不会受到惩罚的。 二十四史这么多王朝,就只有朱明王朝这一朝才可以这样做。 他虽然号称民心专制主义一脉相承,但是民国的作用不仅仅是把蒙古那种包含封建残余的专制主义大大加强了,而且是把反人类罪、把食人都的传统发展到有史以来在全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而且持续时间高达两百多年。 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把虽然同样是食人族的殷商、咒王、阿兹特克人和刚果黑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使民国士大夫、汉族发明家、无限崇拜、发明成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子分的征服者、满洲帝国显得黯然失色,完全没办法相比。 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加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之间的这个所谓汉人的明朝到底是比蒙古人和满洲人更好还是更快。 当时的人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包括朱元璋的马皇后,她的说法都是很清楚的。 原以宽慈时天下,送原之弊再于宽慈,而朱元璋以严蒙之震敲宽慈之弊。 她太太马皇后作为女人心比较软,就表示不满意说,送过人后,人后不是比刻薄更好些吗?但是当然,正如朱元璋和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一对父子留下嫉妒一样,这话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 她们继续从容地杀人、吃人,把受害者的妻子儿女卖作妓女,把受害者男性的高丸割掉,把妻子和儿女送进妓院。其残酷和卑劣的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在这种基础之下,再举行被他三国各的孟子和儒家经典的考试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朱元璋时代和民国的科举考试,训练出来的当初是幻境这样平民阶级出身的儒生,论阶级成分比朱元璋好不了多少。 言论自由、创造的自由当然是一点也没有,只能够跟朱元璋本人和他周围的武将一样进行疯狂和变态的斗争,对失败者进行残酷的迫害。 而民国士大夫阶级,犯官党派之间的残酷迫害,又是宋元所无法相比的。 满洲人入关以后,对他们之间的党派都能感到很厌倦,因为满洲人最初的意见是,过去明朝的党人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都投降了,我们不提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们还是非要借助满洲人的力量消除异己不可。 所谓的文字欲,绝大多数都是山东邦和吴岳邦,两邦吴家士大夫,双方都想利用满洲人的刀子去消除异己。 康熙皇帝就很厌倦地说,满洲和海鲁都是你们自相亲。 从满洲人的观点来看,造反主要是杀人的事情,而不是动嘴皮的事情。 所以说说谁动了嘴皮就算造反的话,满洲人觉得很无聊,这个标准很不客观。 而双方的士大夫阶级在相互告密的时候就做得很积极,一定要满洲人鉴定一下,说了哪些话或者写的那些书算是造反。 这对于满洲人和蒙古人原先根据刀头填写才算造反。写诗这些事情,照蒙古人的规矩就是说,并非圣朝所不能容。 满洲人的规矩是可以治一治,但是也是比较被动的,是出了事才治。 即使到千龙皇帝的朝代也仍然是不肯搞预先检查的体制,要出了书以后才能够查尽力,没有出书以前就先检查。 这是吴越斯大夫体的建议,连千龙皇帝都觉得没法忍受。 认真说来就是,蒙古人比满洲人要宽容,满洲人又比朱元璋的子孙要宽容。 蒙古人的内亚性最强,满洲人这个东北亚人的内亚性比较弱一点,而朱元璋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是最残忍的。 所谓的三家轮流坐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从专制主义的极端程度来看,还是从阶级地位的空前低落,社会上稍微富有一点的人,像沈万山这样的人。 虽然沈万山不仅实有其人,但是朱元璋斗争以贫下东隆的身份,邪教领袖的身份,斗争苏都士大和的记录,把他们画成黑武队流放到凤梁去,所有的黑武队的名单都要记载下来,世世代代不能改,这些做法都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 反人道主义灾难的范围之广,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深远,古今东西没有能够跟朱元璋相比的。 它可以说是东亚立志国家专制主义文化彻底堕落到极点的产物,它把传统的立志国家堕落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从它的废墟之上成长起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汉人。 汉人这个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发明,以前没有汉人这一说,汉人要么就是汉朝的臣民,跟晋人是晋朝的臣民,宋人是宋朝的臣民一样,它只是一个朝代的理,要么就是汉儿或者是金人元人所谓的汉人,就是指了金国那些写方块字的居民。 而汉族之所以会变成希腊族、拉丁族、阿拉伯族这样的文化泛民族主义的名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那些民族发明家发明出来的杰作。 他们发明的标准就是根据朱元璋统治的两经十三省,这个空前严密苛刻的立志官僚体系管辖的编户齐民和顺民, 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波可以被他们的军官和太守县官合法地拿去吃人肉、拿去卖人肉的人。 以前其他的编户齐民,哪怕是鲜卑人、蒙古人的编户齐民、阿拉伯人、满洲人的编户齐民, 从来没有说是他们只要是能够纳粮纳税当顺民就足够了,还没有说是当了顺民以后还要献出自己人肉的。 只有这一批必须献出人肉的居民构成了张亥元这些汉族发明家的发明源材料。 他们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发明汉族的时候对汉族做的定义就是,朱元璋统治之下这些随时可以备吃的菜人构成汉族。 而朱元璋收编以后,进入军府的那些蒙古人、内亚人、滇人、乡人、苗人、总之百越人, 总之是那些还保留了一定部落传统,还有一定战斗力,因此只能编入军府,不能交给编户齐民的人,他们不算汉人。 但是这些人在被朱元璋的后代强制改名同化,比如说原来是什么,朵延三位的蒙古人, 后代改名叫做李贤、孙唐。你以为他是姓李还是姓孙是汉人, 其实他们的祖先跟龙云一样是什么姓纳乌默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是蒙古人、满洲人或者是诸如此类的。 但是做了民国的军官以后,几代以后渐渐的就像杨家将一样,改了汉姓以后,渐渐就丧失了自己的武德,变成编户齐民诸如此类。 这就是所谓的童话能力的奥妙。当然也有相反的,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可怕的童话的,哪怕本来是吴越人,本来就是只有两个字三个字汉民的,也会在这个历史关头逃避朱元璋的恐怖统治,头奔墨北。 其中很多人就变成了所谓的元移民,跟着王宝宝之类的初塞逃走的,然后后来跟着白天教徒什么的,跟着走私商人之类的,逃到蒙古、满洲、逃到日本去,或者是上山变成苗明、姚明去的。相反方向的流动也是存在的。 最后,根据这种双向淘汰、双向流动,形成的所谓的汉人,也就是民国两经十三省的蝙蝠齐民,也就是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认为可以如他们祖先的元称调。 他们的真实定义就是蔡仁。蔡仁是一个子籍,是蝙蝠齐民的子籍。蝙蝠齐民、费拉顺民并不都是蔡仁,但是蔡仁都是费拉顺民。 蝙蝠齐民本来已经是人类当中最低贱的一群了,但是大多数蝙蝠齐民都还可以有不被吃人肉的权利,而唯有民国这批人是连不被吃人肉的权利都没有的。 这批菜人是汉族的祖先,所谓的汉族就是明朝统治下的这批菜人。 然后,这批汉族发明家以明朝的菜人为标准,发明了汉族这个概念,又把朱元璋推举为反对内亚蛮族侵略、驱逐达鲁、恢复中国的民族英雄。 就这样地制造出了1911年的汉人概念。我们要明白,从历史的脉络上来讲,汉人等价于民国的菜人,而不等价于汉朝的臣民或者金国、蒙古国的所谓汉人。 汉人从性质上来讲,跟拉丁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一样是文化民族主义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以语言文化为鉴定标准的。 但是,全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概念,无论是换突厥人、换阿拉伯人、换希腊人还是换拉丁人,没有一个是以菜人为基础构建出来的。 从以菜人为出身、以屠杀菜人、确定菜人地位的朱元璋这个屠夫为菜人的民族英雄。 这种民族发明学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当中只有一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五十六个中华民族当中的主体民族汉族。 而朱元璋是汉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两经十三省的民国是汉人或者是菜人真正的培养基。 当然,从这个培养基里面培养出来的产物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已经是预先确定了。 所谓你通过选择你的神明来选择你的命运,民族发明学就有一个选择子孙命运、选择子孙教育模式的意义。 如果保加利亚人说自己是希腊人,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是他们的主线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必须按照拜占庭那种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来沐县走了。 如果他们说自己是阿瓦人的后代,他们就是自由的蛮族,但是这个蛮族是不信基督教的,他们在基督教的欧洲就会孤立无援。 如果他们说自己是保加利亚人的后代,那就是说第一,他们既是自由的蛮族,第二,他们也是基督徒,跟欧洲其他的蛮族自由的后裔和基督教国家可以和睦相处。 这就是为什么保加利亚的发明家,尽管他们大多数其实是拜占庭帝国希腊人的后代,拒绝承认自己,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希腊人。 当时1821年革命的希腊人和他们的祖父其实是已经把他们发明成为希腊人的,他们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阿瓦人,最终把自己发明成为保加利亚人的原因。 这三种不同的选择代表了选择蛮族自由还是帝国专制的选择,同时也代表了是选择基督教蛮族路线还是选择异教蛮族路线的政治选择。 而清朝末年那些汉族发明家在选择朱元璋做自己的民族英雄,张太炎和胡适这批人在选择朱元璋做自己的民族英雄,在选择蔡仁做汉族的发明模板的时候, 无论他们是出于东亚洼地的孤陆寡闻,井底之蛙,没有见过四面,没有见过全世界大多数的地方,比他们更早的地方,民族发明学的正宗和大多数是怎样发明的,还是他们故意的, 因为仇恨满洲人一定要选择一个满洲人的敌人,无论他们的动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嫉妒敌意罪的,效果都是一定的。 他们发明出了一个以朱元璋和蔡仁,朱元璋为英雄,以蔡仁为模板的汉族,就已经注定了被他们发明出来的这个团体及其子孙绝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一切都是从伟大的十人族朱元璋开始的。他当然不仅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是人类的罪人。 例如像是胡坚和文明太后冯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毁灭了本来可以出现的东亚多国体系,但是他们谈不上是人类的罪人。 他们虽然也杀了人,但是跟其他所有统治和政治家一样是根据政治理由杀人的,他们并没有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 他们不是十人族,只有朱元璋不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还是全人类的罪人。